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居栏的令晶首次参与当地的大宝森节庆典 让平日幽静淳朴的小镇涌现上万人潮顿时热闹起来 不过今天比较特别的头条新闻是马来报的每日新闻 独家揭露 北马一带和雪兰俄州的稻农 被欺骗使用以为经过合格认证的稻种来种植稻米 这些用白色袋子装的稻种 普遍被农民所接受 因为声称获得政府单位认可之外 售价不但便宜 也不需要使用农药 但是稻米专家预测 如果不及时踩刹车 将影响国家稻米产量下降20% 新周日报头版关注 二尼诺的卵气团攻陷了北极 让极地的寒冷气团倾泻而下 将北半球变成一片雪国 包括日本 韩国 中国 香港 台湾 欧洲带到美国都陷入严寒天气 接着继续为你跟进环境课题的新闻 根据科学期刊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人类的活动所带来的影响 例如铝合金 塑料 混泥土等等 将残留在地层中数百万年 改变地质的地质 让地质从目前的全新式进入人类式 而今年1月29号 在瑞士达弗斯揭幕的世界经济论坛 就向全球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 除非采取激励的手段 不然2050年时 海洋中的塑胶可能会比鱼儿还多 目前人类每年生产3亿吨的塑胶 至少有800万公吨的塑胶流入海洋 将等于每分钟就到路一步垃圾车的量 而我身后的图片是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条河面上 处处可见的塑胶垃圾 另外来关注国家银行属下的信贷咨询 以债务管理机构简称AKPK 这个机构的理财教育课程导师 庄国辉博士昨天就指出 我国破产人数足年增加 并且出现严重的年轻化现象 甚至连90后出生的年轻人 也到该机构排队寻求债务重组 他分析指出 过去破产通告在报纸上只占了半板 如今却扩大至两大板 有时甚至四大板 而月光竹 翠落竹 甘务男及退休人士 这四种人最容易面对财务风险 今天的情报到此结束 谢谢你收看